我覺得我妹妹很淒涼地死回 好像人家跳樓地 為何我妹妹要受這麽罪 沒有那麽好地地的家庭主婦 我妹妹生前又很怕靜又很怕黑 死了都在那三個小時那麽淒涼 好可憐 被雨飛鳴 我拼了好怕我才拼不回 我要和我妹妹拿回公道 死得不值得拿回公道 太離譜了 你這麽壞的都說沒事 你身份主義原來根本經常壞 你經常壞 你可以不去維生 人命 人命來的 誰真是真不幸是第一個 是吧 這麼不幸死了我妹妹 你應該要住 你這裏有業主立案法條 還說沒事的 你不是很過分地出來說這些 有維生會這麽差嗎 好地地一個人出來買菜 他那段時間走出來買菜 走下來買菜買一陣走一陣 三十多小時回家 那就死了 我接受不了 我4月30日才跟妹妹進來上水 跟妹妹吃飯 跟妹妹很開心 真的想不到是最後那個臉 會幫妹妹好為公道 會做什麼 讓她的子女搞定喪事家 都沒搞定 因為我們覺得 你的大廈有這麽多問題 你怎麽可以這樣照給別人 跟著說現正常 第二個問題就是 如果現在這件事發生 就不幸運了 為什麽你的管理員 其他人看到一聲響 一邊尖叫聲 可以若無其事並行 我妹妹的聲音很大 好像我們說的那麽大聲 叫大聲你都聽不到 拿我那支可以嗎 很離譜 管理員說聽到有聲音 不是 昨天拍出來他們就說 有些聽到有些聲音 一聲大聲 那麽完全沒有理會 就叫人來維修算了 就是維修才發現 維修才發現 但是如果你覺得 有人進去 突然間有些不動 你是不是應該看看 廢路電視 你應該有責任 看廢路電視 死了三個小時 才知道我妹妹在底下 是不是不對